大家有在家裡煮過綠豆湯嗎? 今天我們來告訴你在煮綠豆湯的過程中 鍋裡發生什麼事情吧 煮綠豆湯之前要先把綠豆泡水半個小時 這邊以氣氛的範圍距離約兩個兩米杯 在這個過程中綠豆充分的吸收水分後比較容易煮熟 把綠豆放到烹調的鍋裡後加入清水 但不要超過綠豆太多 把瓦斯露開至中火 火不要超過鍋子不然容易燒焦喔 煮滾後蓋上鍋蓋靜置20分鐘 因為前面之前有泡水 所以綠豆比較容易煮熟 再煮20分鐘 讓綠豆在裡面吸收熱量並煮透 過程中會浮起一些脫離的殼可以丟起來的東西 再依個人的甜度喜好加入冰糖 我們加入100克 為什麼是加冰糖呢? 其實沒有特定哪種糖 只是冰糖相比其他糖更好煮 不容易燒焦 這時候就會有人問 為什麼要在綠豆煮開煮熟的時候加糖呢? 因為煮的過程中加入糖 會導致綠豆沒有辦法煮熟 那如果太早放呢 不管提早或過程中放 容易體積質量會變大 反而需要更久更多的能源才能煮熟綠豆 如果把它放進去的話 也會導致過邊熟焦 這樣子會很難清洗的 在煮熟10分鐘之後啊 一鍋綠豆湯就完成了喔 煮綠豆湯很簡單吧 只需要注意一些小細節 人人都可以煮出一碗好吃又好喝的綠豆湯 今天的綠豆湯就介紹到這邊喔 有興趣的人可以欣賞索取我們自己煮的綠豆湯喔